大家好 今天这期视频呢 和大家聊一聊赵立坚 到底是不是中国的负资产 我这期视频呢 还是根据这个 王子安最新放送的这个视频 而录制的啊 我希望通过这种思想的一个 碰撞或者是说 观点的一个碰撞啊 来让伙伴们 有更多的一个思考的空间 或者是说有不一样的 思考的方式和方法 希望我的伙伴们 看完之后 在自己内心当中 也可以产生出来 自己的一些观点 那这个就是 我做视频的一个初衷 也是我认为我视频的价值所在啊 当然产生这种想法 你要有理有据 而且把你给合乎逻辑 今天有一个那个小L 小L我都打算不提他了啊 我我已经就是他一般 给我大段大段的评论了 我一般都不看啊 我一般都不看就跳过了啊 但是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网友吧 这小L确实是 有常人难以这个具有的这种耐心 或者是说这个脸皮厚啊 这脸皮是真厚 以前我专门在视频当中说过他 并且把他的问题指出了 但是人家就愿意一条道走到黑 啊就是 就不撞南墙不回头 撞了南墙 把南墙要撞漏了 他也不回头 这就没有办法啊 但是还是坚持在我的视频底下评论 确实很有毅力啊 他在我昨天的视频当中说吧 说我这个视频有一个致命的硬伤 什么硬伤呢 说当局 就是发就是公布的那些疫情的感染者的人数是假的 他既是什么守门员也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 所以说这个数字是假的 你看啊 就这个小L他这个他这个思想跟正常人他都不是特别一样 他根本没有好好看我的视频 我说即便这些数据是假的 如果他这个地方通快递了 你比如说像这个吉林通快递了 他可以买票到吉林去了 那如果他可以这个通车了并且通快递了 就证明他这个控制住 这个他造不了假 要不然他也不敢说让你通快递啊 或者通车啊 因为当地的领导还要这个乌纱帽 这个东西造不了假 那咱们就可以以这个标准去判断 当地到底实际的一个情况 到底有没有解放 就可以了 在一个现在网上都已经说了 上海的局部的地区是解除这个封锁了 可以出去买买菜啊 就是活动活动了 确实有这种地方 我看有一些反华的也把这个视频放出来了 是吧 说上海就应该这个样子了 就是有人都出去了 有部分人都出去了 所以这个就是 就是咱们思考问题吧 不要是没有逻辑的 就瞎喷或者是瞎说 把这些小R的 这个小R我也给他回了一句 我说你最大 我说你最大的硬伤就是你的智商 所以说有的时候 就一个人的这个智商 可能就是他致命的一个硬伤 希望他能够把这个硬伤赶紧的 就是怎么说 这个硬伤你说让他马上去掉吧 我感觉够呛 只能说让他多看我的视频吧 我希望这小R你这个硬伤赶紧去掉 这个对于你自己也很好 像这种看问题特别片面的人 就属于智商不够用的人 一会咱们再闹这个事啊 我发现中国人普遍智商不是特别够用 他想问题吧 他特别窄 他不会专玩 这个要命了 中国人没有这个逻辑观 也没有这个 就是自己的一种主观的一个想法 不是没有自己客观的一个思考的一个逻辑 是吧 就是通过事物啊 可以客观的去看待 老是说主观的这种想法去考虑问题 这个是特别要命的 主观主观 主观他就不考虑这个事实 他就不计后果了 而且中国恰恰是这种特别不计后果的 一个个 一个国家 是吧 就中国这个国民性确实不计后果 上海啊 最近说要发这个政府的债券啊 我就在想 这作为咱们中国最有钱的城市 都要发这个债券 都要开始向民众募集资金了 借钱了 那这个可以看出来什么呢 就是 就是这种合作的检验 一轮又一轮的检验呢 是不可持续的 是吧 这个成本呢 就是太高了 它是不可以持续的 那这种方式和方法啊 终将会在未来的某一天 消失 就看他能挺多久 我觉得现在各地啊 这个财政啊 也比较吃紧 也是在生拉硬挺 就是这个核酸的一个检测 这些东西都要去购买啊 购买大量的这些医疗的一个物质 天天测 中国14亿人口 一天测一回 你想一想 就那个四季再便宜 是吧 人工再便宜 东西再便宜 就测一回 一块钱 14亿人 一天测 一天一个人测一回 还14亿人民币 那矿钱那玩意呢 不至于一块钱吧 那一块钱也太廉价了 是吧 你还可以给人工开工资啊 还有四季啊 还得化验啊 仪器啊 等等等等 这些仪器的一个损耗 我想不止一块钱 可能会两块钱 三块钱 或者是说十块钱 那一天就是一百 假如就算十块钱 都算少说的了啊 那就算十块钱 一天14亿 对吧 乘以14亿 那什么时候呢 死个头啊 对吧 你两天做一回 两天做一回 真的是开玩笑啊 你有这些钱 你说给那些贫困的人口 是吧 月工资不足一千的人口 给他们发放一点补贴 对吧 转移支付一下 不也很好 所以这些都是 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啊 那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 到底有没有更科学的 一个方式和方法来 去控制这个疫情 那回过头来呢 接着说 说王志昂的一个事情啊 王志昂说 赵立坚是中国的负资产 其实他说的并不准确啊 如果你要说是负资产的话 用这种 会计学的相关的一些术语 来形容赵立坚 我认为赵立坚 应该算是不良资产 是吧 负资产的 你是等于给他干没了 是吧 欠外债了 你负的 对吧 负债了 所以说不应该这么去考虑问题 他应该算是一个不良资产 他毕竟是一个活物嘛 在那 在那站着说话 所以他应该算一个不良资产 不良资产 那好 那咱们 这是我从会计学的一个角度来跟王志安进行一下探讨啊 那你看 我这个主播是不是什么东西都懂点 但当然了 我并不紧啊 并不紧 我只不过说这个浅显的和大家说一说 但是也得会点的 是吧 我发现现在最近关注我的伙伴挺多啊 我非常非常的开心 到以后有机会了做做支部了 是吧 以后如果去国外了就做做支部了 油管也没有墙了 就上油管也没有墙了 我觉得会和更多的伙伴进行亲切的一个交流 实时的一个互动啊 我觉得那种还是挺好的 咱们看赵立坚啊 这个王志安首先说什么呢 说这个赵立坚不文明 说他说话的方式不文明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说亲切友好的一个态度 而且他还说说赵立坚呢 非常的傲慢 说你们这些人呢 就偷着乐吧 就是在这个抗议的时候 跟这个台下的记者说 你们能够在这个疫情发烂 就是海外啊 就除了中国以外 这些欧美的发达国家 都在疫情发烂的时候 在中国你们就偷着乐吧 说当时有这种像北京的 就像痞子一样 就像北京小痞子一样的一种 说话的方式和方法 那这个是这个王志安说的 说他的这种说话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丢了中国人的脸 非常的不文明 并且说赵立坚的这种说话方式 在所有的这种外交官当中 就住各国 中国住各国的外交官当中 都开始有所影响 有所效仿 王志安举了一个在大阪的外交官的说法 他是怎么说的呢 说大阪的一个中国外交官是这么说的 说在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 这个外交官说 说弱者就不要惹强者 王道赵立坚说的 说这种是粗鲁 是一种粗鲁的说话的一个方式 并且呢 如果说上头让你们这些外交官强硬 那强硬并不等于出路 这个王志安说的 你看是王志安说的这些都很对啊 但是王志安其实他通偏 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那这个致命的错误呢 我还要等一会儿给大家揭开啊 这个谜底 因为我觉得好戏还在后头 我把这个谜底意给大家揭开以后 还是会有一个焕然一新的一个感觉 我绝对不会辜负伙伴们对我的期望啊 就是我把这一句话说完了 大家就觉得我这期视频没白做 我这期视频哪怕又做了四十分钟一个点 就这一句话就好使 就顶这四十分钟 就顶这四五十分钟 大家都没有白看 咱不敢说视频继续经典吧 但是肯定有料 就为了演出最后的那一句话 我要做这么长时间的一个铺垫 这个都是有道理的 就像一个人吃饭 一个大汉吃饭 他吃五个馒头 五个馒头能爆 那么他难道就只能吃 就吃第五个馒头不就好了吗 有这种想法是吧 吃第五我不就饱了吗 这是一个谬误 没有前边那四个做鸡垒 你怎么吃那第五个能爆 那我的视频节目也是一样的 为了便于大家能够更好的理解 一定要看下去 拿出过日子的心去看下去 什么东西啊 我认为都是要有耐心 才能够得到争执 如果仅仅是快三世的一个生活 那永远都是欠藏则止 没有耐心 你想了解这个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 那怎么可能了解的全面 你就靠那三四分钟的一个视频 十七八分钟的一个视频 虽然我知道 我跟大家这么说 我知道怎么去做视频 相对来讲 更加的能够引流 你比如说 为什么你看王志安 每期视频都在十八分钟左右 为什么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是泰德演讲 以前做过一个调查 就是说人的普遍的一个疲劳期 就是十八分钟以后 只有十八分钟的东西 在传播学 或者是说在人的普遍的 能够心理学的一个角度 才能够去接受 因为十八分钟的东西 大家都可以去看完嘛 完了之后呢 它还不会产生疲劳 一直处于一种亢奋的一个状态 或者是精神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看王志安 包括这些 有一些做这个实证评论的 大部分都控制在二十分钟左右 我知道这个定律 十八分钟的定律 是吧 要不然就短视频 一两分钟 看完就那种 直接就贼激情的那种 就完事 那我为什么要做半个点 或者是说四十分钟 不走寻常路 因为这十八分钟 并不适合我的视频风格 我认为十八分钟 不能够把事情讲明白 我愿意用一节课的事情 小学生上一节课还四十五分钟 那四十五分钟 一节课 那为什么要四十五分钟 那小学生都能做得住 那怎么现在的年轻人 或者是说这个成年人 坐不住了呢 那不能越来越回旋 所以我认为四十五分钟 是比较合理的 是吧 小学生都能耐心的 听课呀 做得住的 这种一种极限 那我相信成年人 那不在华夏 是吧 你上大学上大课的时候 一个半点 两个点 只要这个课好 那我就是特别愿意听 我还听不够呢 那这个东西就是 就是每一个伙伴的感觉不一样 是吧 有的伙伴看我的视频 听不够我 你跟我说一天呗 那我也说不了 他太累了 有的伙伴说 你这视频太长了 受不了 我这不行 那不能比小学上还差 一定要能做住 忙可以 回来再看 有这个心 把我这个视频看完 不就获益了 你只要有这个心 能够解读 就可以了 就把我这个视频 整个的细子摆颜的看完 就行 拿出来这些时间 我肯定不会辜负伙伴 对我的期待 不能说让你看完的 扎巴扎巴嘴 这小牛啥也没说呀 是吧 就像有些那些 两分钟三分钟的视频 看完就给当局一顿骂 骂完了 他到底说的是啥呀 没啥意思 跟我上一个视频 基本上差不多 都是这些大白打人了 大白这大白大的 是吧 全是一个基调 就是换点人 不同的人去表演 那有什么意义呀 是吧 没有意义 那咱们回过头来 接着说 大阪的外交官 就是大阪的中国外交官 说弱者 不要惹强者 这句话 其实他说的是实话 但是我认为 这个不应该成为 成为指责 这个乌克兰的 乌克兰人 的一句话 这我觉得有点太 太弱肉强食了 但是你不承认也不行 其实这个世界 还就是成立法则 你要说 什么什么主义 什么什么理想主义 什么什么的东西 也不是 你就包括乌克兰 和俄罗斯的这场 这场战争吧 对吧 那你大家可以想 你说这个北约 或者是美国 他也没有说 在这个人员方面 是吧 去支持乌克兰 包括战绩 战绩给他 送运送两家 都非常的困难 还有那个波兰 波兰说什么呢 我能不能把我这个飞机 运到哪 是运到德国 还是运到美国的 驻北约的一个机场 说以美国 反正再从那个地方 开到这个乌克兰 那个这什么意思呢 我跟大家说 就波兰说 我这飞机吧 我给你美国了 你愿意给乌克兰 给乌克兰 到时候那谁 俄罗斯便找我麻烦 对吧 我飞机我可以卷 但是呢 我不能往他运 我往那运呢 就像我的事了 那我给美国了 那美国你给开过去 可能是这个意思啊 其实在各个国家吧 其实都有点小究竟 虽然他们这些国家 人民的政府啊 他都是对乌克兰人 抱以同情 也给予帮助 但是其实到了最后 也怕惹火烧身 那谁不怕疯着 是吧 就像那个社会当中 有那个反社会型人格 都害怕 是吧 都害怕 那疯着狗咬狗 不是狗咬狗啊 就那个疯狗出来 一顿乱咬 对吧 逮啥咬啥子 谁不害怕 所以说 这个就是 也有所考虑 这个世界你说 不是丛林法则吗 它还是丛林法则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只不过说 现在没有过去 那么丛林法则了 没有过去 那么丛林法则了 相对来讲 有美国的这种理想主义啊 什么人权呢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一个倡导啊 还有维护联合国 维护这个世界的一个和平啊 有这种对和平美好的 一个期许啊 大家能够达成共识 有这个美国 作为民主国家的 这个戴头大哥吧 相对来讲 还能够好一些 但是本质上方面 都比较害怕 都怕侵犯 自己国家的一个利益 所以说 你说是不是丛林法则呢 也还就是那样 是吧 只不过说 没有过去做的那么过分 像过去横扔暴敛的 在开英国 日不落地国 得哪就建制民地 得哪就建制民地 那也不是你家后花园 你咋得哪建哪 难道你完成工业革命了 或者是说 难道你有先进的一个生产力了 你就可以光光干别人家吗 干人家吗 是吧 就拿人家当猪仔的一样对待吗 所以说 这就 这就是 现在做的就不像去殖民地话了 它就不像过去做的那么 恶劣 所以说 这个大阪的中国外交官 他所谓说 弱者就不要惹强者 他这就是针对于乌克兰所 但当然说的不好听 但这个是实话 那咱们回过头来 你看王志安指责这个 大阪的中国 中国的外交官 说他说这个话 不对 说他说的不对 说这个世界 怎么能回到丛林法治的 那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美好的 这个世界就应该互帮互助 热爱和平 然后乌克兰把这个俄罗斯怎么样了 是吧 替这个乌克兰 鸣不平 其实我也 我也是非常非常同情乌克兰 我在这个世界上 上面 我也是站在乌克兰的一边 我特别反感这个普京 乌克兰愿不愿意加入北约 愿不愿意加入欧盟 是人家自己的事情 跟你俄罗斯没有一点关系 人家是一个主权国家 跟你有毛关系 你还要分裂人家 把人家两个省份都要分裂出去 所以说普京就是霸道 就是霸道 而且他也不讲什么这个原则 如果普京要有点原则的话 他也干不上今天的事 有点什么人道主义情怀 他没有 他还是弄的那种冷战的一个思维 还是当年那套 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些首脑不能够连任 我指的连任是什么 就一直干下去 像比如说过去的这个 帝王时代 是吧 一直干下去 一直干下去 就到老了 他就比较荒庸了 经历啊 思想都跟不上 人越老越固执 越老思维定势 就是越这个越固执 所以说千万不要乱 是吧 你要有一个正常的这个选举的一个机制 正常的一个换选的一个机制 我指的是这个官员啊 当然在这里呢 我就是说的俄罗斯啊 我说的俄罗斯 那你像普京又要连任 说要干到84岁 那纯粹要给俄罗斯玩完了 俄罗斯干翻台就玩事儿 那接着说啊 王志安在指责这个大阪外交馆的时候 就是中国外交馆的时候 那么我想说一下啊 说这个世界不应该是丛林法则 不应该是弱肉强食 应该怎么怎么样 应该怎么怎么样啊 说这个不符合什么主流的一个价值馆 那我也在想 其实你说王志安 他在这个出走日本的时候 在日本决定做这个自媒体油管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惹不过就跑啊 是吧 就也是惹不了 那我就躲你 是吧 也就是这样的嘛 其实你说他说这个 你说他做的 他这个身体力行的 和这个中国的驻日本大阪的外交官 有什么不同呢 是吧 就不要惹他嘛 是吧 弱小的国家就不要惹强大的国家嘛 是吧 弱小的个人就不要惹强大的政府嘛 那不就是这回事吗 其实王志安已经用他的身体力行 来见证了这个大阪的中国外交官的这句话 所以说 你说王志安在去指责这个中国外交官 说的这么句实话 你说是不是也有点矛盾呢 是吧 也有点矛盾 所以就我个人的观点 还是还是那句话 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的 虽然我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但是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 我不会说站在这种 政治正确的一个角度上面去思考问题 去思考问题 如果要真的想维护世界的一个和平 那我认为美国应该采取军事的一个手段 解决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一个争端 是吧 但是美国也怕打响第三次世界大战 但是如果你一味的畏惧的话 那只能让这个世界成为弱肉强食 是吧 你正义的人你不敢去发声 你就像正义的人都像中国的这种 就是 就是 怎么说呢 沉默的大多数 是吧 我相信沉默的大多数当中 有很多人是非常非常具有正义感 但是这些沉默的大多数 敢不敢出来发个声 迈出自己的第一步 是吧 发个声 虽然我认为我这种在自媒体上面发声 可能影响也不是说特别的大 但是多少有点影响 起码比那些没发声的人要强很多 我这个人就是实用主义的 只要对这个社会有推动 只要对这个社会好 就可以了 我就做出我自己的一点点的贡献 如果所有的人都敢像我这种去谈论 现在这个水平去谈论这个事情的话 现在中国互联网的网络环境会是什么样 非常非常的 我感觉它肯定散不过来 对吧 所以你把中国所有的人的这个微博的账号 或者微信的账号都删除吗 那你这个公司也就死掉了 中国所有的人都不用 咱们这么想 如果是说现在所有的中国人在内地的 不用多说 只要有咱们一共14亿人 只要有七个百分之五十 像我这种方式去说话 他绝对不敢封你 对吧 大家想腾讯 难道想封掉奇异人的嘴吗 微博想封掉奇异人的嘴吗 很难嘛 对吧 那他这个公司到底怎么去生活 不是 这个公司怎么到底去生存 尤其像我这种敢于发声的人 还都是属于说消费能力 或者是说比较相对来讲具有这种消费能力的一部分人 对吧 他愿意通过这种互联网去传播自己的讯息或者去消费 大部分年轻人上网嘛 你像一般年龄偏大的一些年长的人 那可能他不怎么愿意去上网 他更愿意去听个收音机啊 你比如我老是愿意去听个收音机 他上啥网啊 所以说 刨去中国的那些老年人 那如果有奇异人 他都像我这么去说话 对吧 大部分都是年轻人的话 他敢封谁啊 他谁都不敢封 他又有能力都封了 我也算他能的 对吧 大家奇异人都不用微信了 都不用微博了 都不用cubers 都不用了 对吧 都躺平了 他就废了 所以说 看是能力比较小 但是如果人特别多的话 就是会有影响力的 就会形成这种舆论的一个 漩涡 或者是说一种舆情 所以王自然从某种角度上来讲 他也践行了这个弱肉强食 是吧 惹不起就跑 还有他说什么粗鲁不等于强硬 一会咱们再聊 这个都是跟我最后的那个 最后的观点是有关系 完了王自然又开始说了 说当年周恩来 周恩来在会见美国国务卿的时候 说杜勒斯的时候先伸出了手 但杜勒斯呢 没瞧得起都周恩来 没有那个亨头握手 其实当时美国是一个天然的 对于你中国这种统治方法 中央集权的统治方法 认为你不好 跟我不是一派 或者是说你这个国家 跟我们美国不一样 我不喜欢你 那我认为当时这个国务卿杜勒斯 还是挺性情的 是吧 有点像这个川普 想说啥说啥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 但是你看在这个赵立坚 不是赵立坚 在这个王自然是这么说 说这个吧 你当美国国务卿行李头 就是在外交上面就不好了 所以影响美国 作为一个大国的一个形象 觉得很小家的气嘛 所以说不应该 因为大国有大国的一个风范 就假模假似的 两个国家 哪怕特别不喜欢他 也给握握手啊 表示一下友好 这个是触及世界和平 当然 这个倒也是可以的 就假模假似的做一做 但是这个杜勒斯 没有这么做 我觉得就比较真性情了 确实比较反感 你要是让我跟一个 我不喜欢的国家的领导人 去握手 如果在政治场上 如果是我当时的身份 是工作的话 那应该握手 因为这是一个工作 它不是什么私交 如果要是私交的话 我也不会去握手 我不知道当时的这个场合 是什么 如果是 应该是外交场合 我感觉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那如果是外交场合的话 在这么做 比较没有风度 但是也反映出了真性格 真性情 有的时候 有的人的真性情 就觉得这个人特别有 反正是 你比如假如这个人喜欢杜勒斯 就觉得他真性情 假如说不喜欢杜勒斯的话 就觉得这个人没有风度 所以说 也不知道怎么去说 就有的伙伴喜欢我 哪怕可能我做错了 有时候可能做错一些事情 或者是说做的比较随性 也不能说做错吧 就做的比较随性 那大家会说 这就是小宁 我就喜欢他这种真性情 从来不藏着野子 但有的伙伴可能会说我 比如不喜欢我的就会说 那小宁 这怎么 这说话这么狠呢 是吧 这么狠呢 说人家智商是他的硬伤 怎么怎么样 有的伙伴不喜欢我的可能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比那小孩说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玩他就呜呜哭了 是吧 所以说 每个人看来问题 都可以这个两面去看 喜欢的怎么看都好 不喜欢的怎么都不行 要说 又不有一话叫情人眼里出息事吗 喜欢的怎么都好 怎么都美 不喜欢的 他说半句话都多了 可能是杜勒斯认为 这个周恩来 俩人没来电 不喜欢的 我还回过头来说 这个美国 这个总统尼克松啊 这尼克松访华的时候 这个跟周恩来握手了 说什么呢 当年呢 美国在应该握手的时候 没有握手 所以说这回呢 我要先伸出来手 跟这个周恩来握一下 这也就是中美 开始关系缓和呀 关系开始了 好短时间的一个迹象 其实中美关系的一个缓和啊 对两国其实都是有好处的 包括对经济呀 或者是说各个领域的一个合作吧 包括中国的人才给美国也输送了不少 当年去美国的中国的大学省啊 留学的大学省 四分之三都留下了 只有四分之一回到了中国 所以你说中国在与美国交流的过程当中 对美国有没有帮助呢 当然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中国有很多很多的聪明人 因为一个国家的聪明人的多寡 和这个国家的人口 是有直接的一个关系的 息息相关的 他人口众多的话 他也会出很多的人才 就是这样 他这也是有一个比例在的啊 完了王赛又说 说外交部啊 他不是国防部 他应该是这种主张和平的 怎么怎么样啊 当然现在中国的外交部呢 他比较战狼 但是他并没有敢说 我不主张和平 只不说他的这种方式和方法 和他所宣传的这种 这种主张和平的一个观点 有些相悖 应该是这么说 我看一看 王赛又说啥了 王赛又说了 说在邓小平时代呢 他是韬光养晦的 但是现在呢 开始炸刺儿 其实我的这种解读 还是比较通俗的啊 所以现在就开始这个嗷嗷叫了 并且他还举了一个香港的例子啊 说香港被英国殖民了 只有他被殖民以后呢 说在97年回归的时候 香港人还非常的不放心 说不放心什么呢 就感觉回过头来 就就害怕啊 说怕这个大陆这边的一个统治 影响香港的经济的一个繁荣 影响香港的法治 等等等等的一切 就97年回归的那个时候啊 有这种担心 大家给大家推荐一首歌 叫皇后大道东 大家去听一听啊 那首歌能够反映出来 就是对于当局的一个接管 人有这种 也担有啊 挺有意思的那个歌 当然在大陆应该是不让博了吧 应该收不到了 完了借此啊 这个王赞说 说香港啊 就是被殖民 虽然他并不支持什么殖民 但是呢 那你说香港人 是不是你给他带去什么政治产 比如说法治啊 比如说 经济啊 等等等等的一切 比如说人权啊 等等等等一切的啊 王赞就是这个意思 他给带着这些好的东西是政治产 其实我觉得香港啊 它是一个幸运儿 就是英国把香港打造的比较好 它并不像印度 那英国也在印度去殖民了 那印度为什么能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呢 对不对 大家想没想过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香港能有今天的一个稳定和繁荣 呃 那就今天 今天也不好说啊 不说今天吧 咱就说97年那前 是吧 为什么香港能有97年的那个时候的稳定与繁荣 而印度没有呢 我觉得相对来讲 中国人是不是还是蛮勤劳的 跟中国人的勤劳朴实肯干 还是有关系 这就像中国今天的fair funeral 依然源于中国人的这种国民性 啊 肯干 勤劳 再一个 有一个好的方式和方法去管理的 啊 去引导的 就是非常好的 不错的 那印度就 就不行了 他为什么没有把印度打造成为 像香港 难道是有这个地理区位的一个关系吗 或者是说其他方面的一个关系吗 可能是多种因素综合的一个关系 啊 也有可能 是吧 也有可能 毕竟你说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勤劳朴实肯干 再一个 啊 还有一个中国的发展 可这个深圳开始先发展是特区吗 之后呢 这个香港作为一个咱们改革开放的窗口 把外子都通过香港输送进来 啊 输送到咱们国内 就当年啊 那可能是由于 嗯 可能还是中国人的一个问题 啊中国人要有好的制度呢 可能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就可能是香港的一个实践 所以说并不是说每一个被殖民的都有香港人这么幸运 是吧 都有香港的这种得天独厚的一个包括地理位置也好 国民也好啊 或者是说啊就是人民也好可以这么说 所以说港人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 你包括内地的有一些民主人士啊都得到过香港的演艺界的或者是民间的一个支持 所以我对于香港是有天然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印象 我对香港的好印象远超其他的地方 就港澳台其他地区 就是这个其他地区 这里头我最喜欢的就是香港 就这个种好印象 啊 由然而生 嗯 所以说 王蔡说说殖民 殖民也分地方啊 你不能说是怎么 那英国咋没给印度带来政治产呢 是吧 当然印度也有他们这个宗教的一个问题啊 或者是说你所说的种姓的一个问题 还有就是人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跟人 我觉得跟这个国民性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我觉得跟国民性有很大的关系 或者是说文化 文明的冲突吗 不有那个亨廷顿不有这个这个这个文明的冲突吗 啊 写了过那一本书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啊 好了 那说到这呢 我在结尾呢 一定要跟大家揭晓这个谜底啊 就是王子安在他整期的视频当中通篇都说了 说这是不对的 说 但是王子安提出的一点是挺有意思 他说什么呢 他说小粉红是非常认可这个 赵立坚的 非常认可华顺盈的 非常认可这种 完了这个王子安就说说这些是不对的 是吧 说了这些话 但当然这些话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都属于说没有用的话啊 就这些我都了解了 就没什么太大意义了 就是老调重谈了 就中上所述 王子安认为这个赵立坚这么做是不好的 对于中国的国格也好 对于中国的中国人的一个影响 在海外的一个形象的一个影响也是非常不好 所以他就认为中国未来会非常非常的危险 在这个王子安所有的这个视频的一个表述当中 我认为他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说什么呢 他搞错了赵立坚说这个话的一个对象 我认为赵立坚说所有的这些话 并不是给海外人看 他就是给墙内的粉红看 他就是给墙里人看 他就是要通过这种 战狼的一个方式提高中国人的自信心 因为只有这种方式才能符合中国人的一个口味 所以说他要调度那种民族的一个情绪 所以王子安所说赵立坚说的这些东西 对他在国际对中国在国际形象的一个影响 在对在国际上的一个影响不好 再有一个对其他的这个海外的 就其他国家的人吧 对于中国的印象普遍持有负面的一个意见 因为赵立坚压根就没有考虑你海外的一个影响 因为他说的这句话就是对中国粉红赞狼说的 要不然他为什么要搞互联网的一个高墙 他不就要把人圈里头进行洗脑吗 进行愚弄吗 这不就叫愚民政策吗 所以说这种政策他偏然的就是对着墙内人说的 你别看他是对待个外国的记者去喊话 或者去说话 他就是要给国内人看 为什么这你看啊 耿耍和华春莹说中国的互联网是开放的 这种视频在国内一个都没有 但是在海外非常的流行 对吧 因为海外他没有禁忌嘛 把这种东西都发出来 但为什么在国内就没有 因为中国的互联网他不是开放的 他把这个发出来 那粉红就再傻吧 你不开放你说开放也丢人了 对吧 粉红他也多少有点羞耻心吧 他也不是说 就是他一丁点的羞耻心都没有 或者是一丁点的那个逻辑思维都没有 对吧 他稍微他也有那么一点 你这明正眼露的一放 他们也崩溃 对吧 所以说在中国大陆放出来的这件赵立坚的一个表现 他的所谓的战狼的一个表现 就是当局愿意让他的民众看到的 就是做给这帮粉红看的 而且粉红特别吃这一套 要不要为什么有这个 你像东北有杨妈妈周库说 驻日本疫情一帆风顺 反正说驻这个美国疫情节节高升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洒缺的一个横幅的出现 或者是说一些无脑的言论 因为就是给他们看的 就要调动起这种民族性 就是这样 所以王志安搞错了一个什么 他搞错了赵立坚说话的一个对象 他并不是说对其他国家人说的 而是对中国墙内的这些无知的人说的 就是这样 所以说在结尾呢 我也给大家揭晓了这个谜底 现在在中国 只有这种强硬的 只有这种粗鲁的方式 才能符合粉红们对于强硬的一个理解 所以当局所做的这些一切 都是为了调动粉红的一种爱国的一个积极性 把他们愚弄到高潮 所以这个就是我对于赵立坚的一个理解 大家去假设 假设 假设一下 比如赵立坚和华春莹 他们私底下聚餐吃饭 我想肯定有对吧外脚部吗 肯定有 咱们假设一种场景啊 他们在聚餐的时候 华春莹拿起酒杯喝了点酒 突然间这个肩膀 就这个胳膊肘啊 没看到赵立坚的这个酒杯 赵立坚就坐他旁边嘛 一下给碰撒了 赵立坚刚开完这个记者发布会 西装笔挺的就敷衍去了 跟那地方聚餐的 一下就撒到了这个赵立坚的西装上 大家想 这个时候赵立坚会怎么反应 肯定说 哎 华姐 这不算事啊 不算事 完了这个擦一擦就好了 那华春莹这个时候怎么说 哎呀 这个小诈尔文 这太不好意思了 我给你拿去干洗一下吧 你说你这 这西装挺贵的 这么贵的 这什么 这都名牌是吧 好几千上万一套的 我明日给你拿去干洗去 找北京最好的干洗店 给你干洗去啊 他是不会这么去聊天 百分之百 对吧 那如果按照他们在坛上的那种 就是睁眼说瞎话的态度 那会怎么说 赵立坚会怎么说 华春莹你怎么会这样 你怎么 我的西装多钱不到吗 我的西装一万块钱一套的 你赔得起吗 你 责任完全在你啊 我跟你说这酒杯撒到我身上 责任完全在你 是吧 那这个时候华春莹会怎么说 咋的赵立坚 你酒杯放得离我太近了 眼睛瞎嘛 不知道离我远点 让我碰不着的地方 责任完全在你赵立坚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吧 你看 截然不同的两种的一个态度 我说的前者那种 就是体制内的那种 生活的一个方式啊 就可能赵立坚内心非常不爽 但是也要虚伪的表现出来 哎 没事 在算啥呀 可能心里在骂 我这西服啊 接着就穿出去露个脸 就为了记者发布会 我就露个脸 这一万块钱的好玩 刚穿第一回就让你给我 泼上酒了 是吧 还红葡萄酒 给我染上啥的 气死我 但表面上他得说 哎 别化解 没事 没事 这就是 即便他心里不爽 他要维持体制内的这种关系 他也不能去数 但是 华春莹呢 是吧 同样也是这种态度 是吧 其实他真认为 你说你那破酒杯放我这 放得离我太近了 这一胳膊肘就碰着 是吧 离我太近了 瞎呀 但在表面上说 哎呦 我跟你干洗 不要打破这种关系 这种和谐的一个氛围 要不然 如果他俩真的像是在 回答就像我说的后一种 就是回答记者提问时候的那种 方式和方法 去处理问题 他们在体制内都没有朋友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台上台下 他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生状态 或者是状态 所以因此我可以断定 他们在台上的一个状态 就是给粉红看的 就是要调动起中国的这种反美 仇美 或者是仇视欧洲的这种 民主国家的一个积极性 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方法 才能让中国人认 才能让粉红达到那种高潮 什么高潮呢 认为民主制度是不好的 才能通过这种方法 诋毁 人民的权利 是吧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一个权利 那这个是我对这个赵立剑的一个看法 在最后呢 王子安也说了 说不善待其他国家的这个国家 比如说俄罗斯 他没敢举中国的一个例子 他说也不会善待自己的人民 其实他就是旁交撤击 说一下中国 但当然他这种说话方式我也理解 毕竟他还是要注意影响 可能还没有移民日本 他还要注意影响 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但是说句实话 王子安还是相对来讲 特别特别小心 特别特别小心 他是在影响中国 其实这个东西 不善待其他国家的政府 或者是说政权 也不会善待自己的一个人民 这些东西都是 不去善待其他国家 我有的时候在想 就不管中国 咱们聊一下中国 不管中国 咱们从历史上聊 就别聊现在了 聊历史 不管善不善待周边的其他国家 我觉得 自己的国民 中国也什么时候享有过自由 不太清楚 纵观的历史 好像没什么时候 是中国人民特别自由的时候 就像人家 欧美那些发达国家 那种选举啊 这等等一系列的都没有了 你像这个民主的一个制度 不起源于那个希腊 选举投票 当时是城邦 但当然了当时希腊 这个他们这个城邦的一个时代 就是他们希腊 也是属于说就是有一定标准的什么成年的男性啊 还是什么什么 就是这种多少岁以上的 有这种 我女性没有这个投票 我选女权 当时虽然他不尊重妇女啊 但是他有这个民主的一个机制嘛 所以说起源于那个时候 但中国呢 你回过头来扎不扎不准 没有 是吧 没有 所以说你说他什么时候 他也没有过民主这个机制 没有民主的一个机制 就不存在什么 善待不善待 不存在 因为民主 什么 为什么说民主 为什么说只有民主 才能够让这个政府善待人民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他为谁打工的 他的饭是谁给的 所以说如果他的工钱不是来自于人民 他的权利不是来自于人民 他为什么要善待人民 这个也是挺搞怪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什么呢 就好比说 你让美国的政府去帮助非洲的一个 就是名不算经传的一个小破国家 是吧 就最穷的那个国家 我不知道是哪啊 就最穷最穷的 你让美国政府每年拿他十几二十亿美元 是吧 就光光天天就救济他 是吧 就是把他们都打造成美国人的一个福利 这我觉得也是特别搞怪的一个事情 对不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理 那为什么那个非洲的最穷的那个小国家 他没有这个投票权呢 他没有左右美国这个 这个总统的一个 这个这个职位的这么一个权利 那为什么要管他呢 是吧 你要美国做他也做不到我 那怎么呢 那美国现在世界最有钱 爱各国家发钱 是吧 把发展公共国家的钱都发一遍 那不是普世价值 不是普世价值就真正实价了 是吧 那老普世价值了 是吧 太普世了 所以说这个显然不现实 所以你从根上来讲 就是权力来自于哪的一个问题 权制 只有权力来自于人民 才能够善待人民 是吧 我想这句话应该是 能够解释王子安所说的 不善待其他国家的 也不能够善待自己国家的国民 我觉得他的这种解释的一个方法呢 还是不够太确切 因为我认为善待不善待你的国民 取决于啥 你的国民有没有投票权 是吧 你像你如果要说俄罗斯 那我认为俄罗斯的选举肯定是有问题 虽然我不知道俄罗斯的选举是怎么选 怎么个选法 但是它大概率也是有问题 对不对 因为如果要是假如说你要看俄罗斯的今天 它可以入侵乌克兰 你看到这种情况的一个产生 那你肯定觉得这是有问题的 因为通常来讲民主国家都是不好战 而且你包括这种投票的一个机制 谁都不想打仗 为什么 因为老百姓的孩子都去当兵了 那谁愿意打仗啊 私人呢 那你说俄罗斯的民族愿意让他的这个汇率 直线下跌吗 他这个如不不值钱 那当然不想了 自己资产都没有了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 如果他们这俄罗斯人要整这么好战的话 就投票整个认为就是应该打这个乌克兰的话 那我也是罪了 是吧 那我认为这可能就是国民性的一个问题了 但通常来讲民主国家 他不怎么愿意打仗 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观点啊 通常来讲是这么说的 那我只能 如果俄罗斯的人民没毛病的话 那只能说俄罗斯的这种选举的一个机制是有问题的 那有的地方都靠上自己有选举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地方 都是真正的 每一个老百姓都有一票啊 对吧 去去去投 所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大家去深思的 深思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老百姓过得好不好 能不能被散戴 并不在于这个政府怎么样 并不在于政府 你从根儿上来讲应该在于人民 产生政府的这个人民 到底有没有这种权利 到底有没有这种投票权 应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 我觉得更透彻一些啊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